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淡水或咸淡水 潮退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都属于湿地 例如沼泽 红树林等 后花圆属于咸淡水和半天然湿地 生态环境包括开阔水域 沼泽和芦苇藏 一阵沿路你会有机会见到很多平日小见的雀鸟 例如是小白鹿 大白鹿 灰背良鸟 池露 翠鸟 又会见到金斑碟 布起斑粉碟 桶碎清红碟 还会有老鼠辣 桐花树 抽茄树 等等不同的植物 新鸿基地产投入资源进行改善工程 令湿地公园能够以较低的人为干预下 自然地运作是一个私人发展项目的生态保育区 确实令荒田变为保地 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和自然和谐共存的户外空间 真是令人心旷神疑 最后提醒大家 我们将会有机会遇见刚才所说的 各种珍贵罕见的雀鸟和昆虫 参观的时候要保持安静 尽量慢动作 避免吓走它们 我们将沿着水边行走 请小心不要跌到水面 准备好就出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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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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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